好 今天我一名有猛的警察 就是彰化的警方 九號在農田小路追捕 切到通緝犯 結果當場他受傷 還是忍住傷痛 繼續追 為了追捕通緝犯 兩名原警拿警棍跑啊跑 但追到一半 帶著棄捕的張信巡左 卻突然收拾在眼前 再看一次畫面 原來巡左跑到一半 左大腿被路旁突出的 伸手鋼琴插入 他整個人痛到往一旁 水田衰落 也不管腳上的傷 他要同一人趕快繼續追 只不過他也擔心 嫌犯跑到民宅藏匿 同時一人會有危險 巡左忍著痛 一軌一軌往前走 和立民原警合力制服嫌犯 總共早上 立民原警執行勤務時 在彰化大村上 發現許姓嫌犯是切到通緝 平面嫌犯不配合 趁機往農田 掃漏逃逸 張信巡左為了追到他 即便被鋼筋刺腿 他依舊遇血帶人 警政署長親自致電慰問 另外警政署駐居徒查 本局 張峰縣警察局局長 還有本分 本分局 原理分局 分局長 都親自到場慰問 群組左大腿被鋼筋插入 傷口一個大洞 伸達五公分 幸好清創手術後 已經沒有答案 而他附傷棄補 現在最終差遜南非 狼狽被帶 記者綜藏報導